Hello 大家午安 又到了星期一 滿滿活力直播的時間啦 好啦 這個週末非常的高溫炎熱 所以呢 因為我一樣再度在36度陽光之下曝曬 真的非常非常熱欸 然後大家到底都去哪裡 就是在百貨公司裡面吹冷氣 還是選擇乾脆帶在家裡不要出門好了 真的非常非常熱 只要一走出去就是全身都是汗 我覺得不論穿什麼都非常非常的熱 然後呢 然後這幾天我就撐了陽傘 其實今年是我第一次撐陽傘 因為我覺得真的已經熱到不行 不撐陽傘感覺會中暑的那一種 然後呢 妞兒本人又非常非常的怕熱 所以呢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涼感的一些上衣 讓大家夏天呢 可以穿的 真的盡量不要那麼熱 好不好 不然真的很難在路上走 而且要帶孩子真的真的好熱喔 好 那今天呢 禮拜一有沒有看到我們滿滿的新品 我覺得今天的心理真的是滿美的 好 我身上這一套我覺得就是最值得購買的 因為真的好看顯瘦 然後又非常的美喔 然後呢 幾禮拜一通常的甜甜架又是非常的甜 款式又非常的好看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Blue Monday啦 禮拜一呢 大家都有所就是 哦 要上班了 昨天要上班有點 跟妞兒一樣 但是呢 妞兒比較特別的是 孩子開始放暑假了 所以呢 加上呢 他們有幫他們安排一些暑期的活動啊 不然喔 整天在家裡真的孩子也是會 不知道要做什麼 好 相信如果有就是小朋友的媽媽們 你們現在應該也很頭痛小朋友暑假要做什麼 那有一些就是參加一些夏令營啊 或者是跟家人在家啊 或是學校有的可以提早入學的一些活動 好 最近真的熱到受不了對不對 是不是跟妞兒一樣 真的是熱到受不了 真的是叫受不了這三個字 因為不論你吃冰喝什麼再冰的 整個人就是非常的燥熱喔 在外面真的就是這樣 真的無時刻都拿著冰的東西在喝 除非躲在百貨裡面 不然真的喔 天啊 我寧願待在家裡就是吹冷氣 但在家裡吹冷氣就是我講的孩子 在家裡就是活蹦亂跳的尖三倒四 真的家裡也變得非常可怕 所以呢 還是得帶出門 闖一闖 跑一跑 消耗一下他們的體力囉 好 那今天的心理大家都看過了嗎 今天妞兒要送的套裝等一下就會穿給大家看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CP值很高 那再來呢 大家對我身上的裙裙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對不對 好 這件牛仔裙呢 我們今天也是開預購來賣 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呢 這個裙裙呢 我覺得它 它算是褲子喔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迫不及待就想來介紹新品了對不對 好 我覺得今天啊 這一身就是非常的舒服清涼 然後呢 又好看又簡約 然後褲子跟上衣裏可以再分開搭配 總而言之呢 今天要送的新品是套裝 這個套裝你們可以先到Girls Monday的網站 看一下多好看 等一下妞兒會穿喔 然後上下分開穿也很好看 好 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的東西CP值都很高 那再來呢 一樣喔 今天都是滿滿的現貨給大家 如果動作過快的話 今天下午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包裹出貨囉 然後呢 如果稍慢一點的話 可能跳預購就要等囉 都要等囉 好 大家呢 先告訴我你們家日都在做些什麼 彈性如何 來 褲裙很好看 我呢 真的非常想介紹 因為大家好像很不喜歡跟我聊天耶 因為每一次呢 我想要先問一下大家 周末都在幹嘛 大家都一直狂問我身上的 好 我知道你們對我身上的褲裙很有興趣 而且呢 不行啊 不行 我要等下跟你們聊完才能介紹 因為她的細節太多太多了 好 她是酷裙裙啦 好啦 我稍微再跟大家先聊個幾句 再開始嘛 好不好 禮拜一工作直播對妞兒來 當然是很開心的事 對大家來說 現在終於有東西可以看 分散一下我就是繁忙工作 討人業的工作的一個情緒喔 所以呢 今天妞兒當然呢 是會讓大家在這一個小時直播非常的開心 又可以穿得漂亮買得便宜喔 然後出貨速度又非常非常的快 好啦 昨天去放風箏 真厲害耶 真的非常熱 而且有辦那個就是野餐日大家有去嗎 人非常非常的多 好 然後呢 真的是蠻熱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年輕父母 年輕的情侶啊 我覺得還是一樣就是到那邊去享受 這樣野餐的氣氛喔 好啦好啦 我知道大家想要看我身上的褲裙 我第一個就來介紹我的褲裙好不好 好 那我的褲裙呢 首先來告訴大家一個關鍵字 關鍵字是什麼 來想買褲裙的人先講 他今天是現貨滿滿 而且天天價非常的便宜 而且來關鍵字 他沒有任何的彈性 關鍵字是沒有任何的彈性 好 以往呢 對軍院的了解 我們都買了好多彈力的牛仔褲 來彈力牛仔褲 今天呢 這一件完全沒有彈 但是呢 也請你千千萬萬的放心 這一件呢 我先來給大家看 有沒有 它穿起來非常的舒服 在夏天不會緊 不會熱 它是非常順身舒服的 它沒有任何的彈性 我一定要特別強調 因為呢 我們人家真的賣太多彈力了 大家已經定義 軍院的牛仔褲很彈很彈 所以呢 我今天的關鍵字 先告訴大家 它沒有任何的彈性 再來呢 第二件事情要告訴大家 它是一個褲子 好 來解剖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真的是一件褲子 好 然後呢 它是褲裙裙 這一件啊 你們一定要買 而且它裡面是真的褲子 有的 你們知道 有的是做假的 所以你打開的時候 這邊會曝光 對不對 好 這等於是真的一件褲子在裡面 蓋了一片裙下來 那我剛剛講到 它沒有彈性 大家就好害怕 它會不會很緊 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怎麼樣 來 今天這一件褲裙裙啊 妞兒呢 可以用GN來跟大家保證 跟妞兒本人自己親身穿下去 來跟大家說 真的非常好穿 來 它是什麼腰 首先呢 它的肚子的地方 沒有這一片的時候 它是在肚臍上下 所以它算是中腰 但是有沒有發現它多了一片這個 多了這一片很好 如果你穿得像妞兒這種 微短板的衣服 它可以蓋住你的肚肚 帶住你的肉肉 然後有沒有看到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版型設計非常的特別 這邊呢 其實啊 你可以再拉緊 放鬆都可以 它其實可以調整微微的腰圍 有看到了嗎 妞兒呢 把這邊放開 它是長這樣的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鬆一點的話 你就稍微這樣就好了 然後有沒有看到妞兒再拉緊一格 我呢 裙子就變比較緊了 所以呢 這一件我覺得 你買自己的尺寸就好了 不要不要偷偷買 大家會買小 你會後悔 買自己的尺寸 然後剛剛告訴你了 腰圍這邊有沒有看到 1 2 3 4 5 它可以偷偷稍微調 1到2吋的腰圍 所以呢 不用擔心 整件雖然沒有彈性 但是我給大家看 有非常多的空間 讓大家非常的舒適跟紮衣服 好 這件褲裙呢 真是好穿 而且呢 完全不貼腿 不貼臀 再來屁股我覺得更漂亮的 完全沒有緊繃的感覺 就只有順修 有沒有看到 它雖然一點彈都沒有 我今天要特別強調 一點彈都沒有 大家好害怕買一點彈都沒有的褲子 因為呢 就會覺得 嗯 夏天好緊好熱 來 你今天如果啊 你是新朋友啊 非常推薦你就是下單 然後呢 花個三五分鐘加入一下 GM的那個會員 你買到這一件 你絕對會跟我說 你好穿好穿好穿 好 六個字 因為呢 我真的親身體驗啦 而且呢 它是做這種鞋板 然後有一片擋住我們的肚肚肉肉 想要仿造有點高腰的感覺 但又不會到高腰 它就是中腰 但我覺得最經典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邊 你們一定要認真聽好 它是可以再調一下 如果你覺得 S號好像有點過鬆 這邊是可以調節 稍微再調一顆 它就可以瞬間鬆起來了 收起來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件啊 真是穿下去真的是舒服 好 透過直播 我只能用我自己親身體驗 穿著感來告訴大家 它到底有多好穿 它雖然不是那種 噔噔噔的彈性 但是呢 整個順百穿下去 是如此的好看 那我要跟大家講喔 這個東西肯定是經典的冠軍 跟熱賣款 那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有限貨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今天我點點一下 今天現在立刻要去加入購物車 因為這個裙子呢 這個週末你出門就可以穿了 就可以這麼好看了 而且呢 其實就像粉絲說的 越來越熱 應該沒有人想要緊 或是貼腿到真的好不舒服 緊身又悶熱 然後你站起來我講 真的是會卡屁股 然後呢 又不舒服 我跟你說這個 來 我屁股再近一點 好 牛兒一直都是穿過我們家的S號 你來看這個S號 它的褲型 其實跟彈力合身褲 或是彈力牛仔褲的感覺不太一樣 它就是要做比較休閒 然後有點微A字白的感覺 好 藥就收的特別特別的小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趕快在直播上面問 上廁所要怎麼 來 告訴大家 這很簡單 這其實是一件褲子 它前面是一片裙子 上廁所你就把這個扣子打開 拉鍊脫掉就可以了 我剛剛講了 它非常的經典 它是真的做一件褲子在裡面 不像有的褲裙啊 它是不是是做一片 然後沒有拉鍊 所以呢 你們會就是走光 對不對 好 褲子賣完有開放預訂嗎 有 它可以開放預訂 但是預訂時間蠻長的 蠻長的 所以呢 大家請去購買現貨 好不好 沒有任何的彈性 但是妞兒跟你保證 除了GM跟你保證 還有妞妞本人跟你保證 這件褲子 買到你真的會很喜歡 而且尤其是今天在天天假 你一定要買 屁股你看多漂亮 漂亮真的真的 修得非常的小 完全不緊身 再來我們講刷色 它的刷色很棒喔 我覺得它是中淺藍 夏天越來越熱越來越熱 雖然很多大家粉絲上也不想說 韓國要換季了 我覺得台灣現在才開始要飆升 非常熱 36到38 甚至到38 很可怕 所以呢 妞兒正是挑選 那個算是淺藍色 然後但是它沒有任何的刷色 不會說非常的難搭 或是比如說這邊特別的白 或是屁股特別的白 我覺得呢 希望大家呢 買這個耳環之後都會補貨 然後還會有很多新款的耳環 會再跟大家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酷型啊 真的很適合大家 然後它旁邊就是微微的抽虛 喜歡的人你就讓它慢慢虛掉 但是它不會整間壞掉 你放心啦 不喜歡的人 其實可以拿剪刀 稍微微剪一下 我覺得一點點這樣子 是很好看的喔 好 是很好看 然後褲長是完全不短的 三胎媽咪的我 帶小朋友出去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穿的一個長度喔 好 那它就是有分尺寸的喔 有分尺寸 好 今天很認真要好好地介紹一下這個褲子 因為呢 我很擔心大家呢 沒有買到也沒有聽清楚 它呢 顛覆了GM的彈力褲喔 雖然它不是彈力的 一點彈都沒有 它是正宗的牛仔 而且它是博款牛仔 你們放心 所以呢 大家不要擔心 真的穿起來非常好看 空間我告訴你 我的手可以放一顆拳頭 所以你不用擔心 剛剛還有教大家 這邊可以做調節 好 我稍微 我現在是扣在第二顆 有在就是S號 稍微再核心一點 來 我放在第三顆給大家看 好 放在第三顆等於就是沒有把我的腰縮起來 我給大家看它的落差的指數 大概在哪邊 好 第二顆對牛仔來說 確實就可以把腰收得稍微小一點點 第三顆是完全只是把這個扣環扣好而已 大家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來 你看 如果我是完全就是不要讓它縮了一格的話 它就是整件是很舒服的 有沒有 你看現在是很熱 我也是在流汗 但是呢 褲子完全不會緊 好 是這樣很舒服 所以我剛剛講不要買大買小 那如果呢 我稍微扣到第二顆 再拉緊一顆就好 不用太多 好 給大家看一下我那個褲子的感覺 有沒有 跟剛剛不太一樣 沒有那麼大的空間了 所以我就說這件褲子很棒 你們買自己的尺寸就好 不要買大買小 它這邊可以調節一二三四五顆 好 來 近看給大家看細節 好 大家看得到 我已經很盡力在踮腳 前面呢 來給大家看它 我肚臍在這邊 正常褲頭在這邊 它算是一個中腰的褲子 然後呢 翻上來 它就是有點想像小高腰的感覺 再來這個是最漂亮的扣 扭扣的地方 看不清楚我覺得你們到官網上去看 扭扣是不會壞掉的 大家請不用擔心 我們家的扭扣真的用的都非常好 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粉絲 特別的反應說我們家的扭扣壞掉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很安心的來購買 好 總而言之這個東西非常的強 現在下入購物車非常多人 如果你們想買現貨的話請動作快樂 那自己不知道要買什麼尺寸的 也可以請小幫手協助大家 好 再來呢 又要介紹我上身的上衣 我上身的上衣呢 是一個高坦的一個MIT材質 大家非常的喜歡 這一次呢 一樣利用了很經典的草書 來做一個短板的圓領梯 好 來 它到底有多短 等一下我會再穿不一樣的穿搭給大家看 好 因為我今天穿是有點中腰以上的褲子 所以你們會覺得肚臍好像沒有漏到很多 包括後面也沒有漏到 那我覺得喜歡這種短替的人應該很喜歡 因為它可以搭在吊帶裙裡面 可以穿我身上的這種牛仔褲 然後也可以穿低腰褲 好不好 如果放到完會不會很鬆 放不到完 我覺得大家要了解一下我的意思 它本身最多就二三格去跳 因為呢 我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放開的話 它就等於是平放 你只是把那個東西勾住而已 它就不會有拉緊的效果 沒有差太多 你們也不用想太多 就買自己的尺寸就好 不用想太多 這個呢 不代表是縮放尺寸的唯一的地方 所以不要想太多 想太多會變很複雜 就是買到你平常買GM褲子的尺寸就對了 S就S M就M L就L 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想太多你會很難買你的尺寸喔 好 再來呢 上衣的部分就是選用一個高毯 然後輕薄透的黏料 所以你看到 不論是度圍 領圍 還是手圍 都是非常的舒服 那其實蠻簡約經典的 然後一個大圓領 這個圓呢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圓弧的圓領 那今年呢 居然非常少做這種比較微短版 沒有到超短 但是就是微短版 我覺得真的是越來越熱 真的誰都穿不住 誰扎衣服也扎不住了 所以呢 Dior就會選用這種 就是可以直接 不需要扎 然後呢 又不會漏到肚子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大家非常喜歡的look喔 好 上衣是薄的棉料 薄的棉料 那黑色呢 我覺得這一次啊 我們做了三個顏色 綠色 杏色跟黑色 我覺得黑色一直都是我們捲賣的很好 因為看起來又瘦又好看 那又很經典 它就是一個白色的草書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彈性是真的非常好 那這只是第一個顏色而已喔 然後如果你現在要搭墨鏡啊 搭襯衫啊 搭牛杂外套 我覺得黑色就是基本的首選 但是呢 等一下有一個奶茶性色 跟綠色我覺得也很難選 總而言之 如果你喜歡這個短T 像我很喜歡穿T恤 或是牛仔褲 我就會包色處理 因為便宜好穿 然後又彈 然後又涼 好 又可以遮手臂 我覺得它好處非常非常多 而且黑色 確實穿起來身形蠻窄小 胸圍的地方 你們也不用擔心 它會很緊 完全就是不會緊身 不會貼身喔 好 來 今天都有天天價 要給大家囉 好 再來呢 我要穿第二個顏色 是我覺得 今年GN比較少做的顏色 就是奶茶性 好 這個奶茶是加了蠻多的奶 然後呢 可是呢 它很好看的原因是 它呢 裡面是 它的英文字母是咖啡色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呢 穿下去就明顯變得怎麼樣 比較夏天了一點點 我覺得跟剛剛黑色的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呢 可是呢 有些人喜歡就是比較 比較清淡一點的look 所以你看喔 搭牛仔裙 這顏色是完全OK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咖啡色的字 剛剛是黑底白字 這個是奶茶性色加上咖啡色的字 好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顏色 是因為它如果披一些 就是點點襯衫啊 或是牛仔外套啊 或是白色 欸 想辦法我們穿一下那個白色軟料的那個 襯衫外套 我覺得就會超好看的 然後有沒有看到 它完全沒有包袖 完全沒有包袖 它整個就是超級大碳 那你說會不會透 來 牛仔裡面是直接穿我們家的小可愛內衣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透光的程度 真的不會到很誇張 除非你很care 那你就裡面換成白色的小可愛就可以了 手臂會包嗎 來 很明顯的在我的鏡頭 給大家看一下 手臂它完全不會包 來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空隙 還有它是彈力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擔心手臂 你看這邊都是空的 好 都是沒有問題到 肚子會有空間嗎 肚子的空間我覺得蠻大的 當然大家覺得說 欸 牛兒是S號比較瘦 但是本身我覺得空間是有做出來的 所以呢 這件衣服也是大家都可以加 因為本身完全在牛兒身上 是完全貼不了身 還有預留了很多空間給大家 好 然後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如果隨便搭一個 就是襯衫啊 襯衫類的 然後或是外套類的 我覺得都很好搭配 就是你出門啊 有時候覺得說 啊 我不想要再穿外套了 很熱 那我們就會選用這種白色 如果你喜歡比較潔白夏天的顏色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搭配 然後搭配今天的這種藍色牛仔褲 當然不一定要搭我們這件裙子 你自己有的藍色牛仔褲 或是我們之前G&A買的 我相信搭上去都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三個色裡面 我就很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覺得說 欸 這個顏色好像比較接近膚色 但是呢 我們這一次啊 選的這個顏色是偏淡的 所以呢 它根本完全接近不了大家的膚色 可以配長裙 等一下會再配其他的裙子 穿搭給大家看 褲子是非常有空間的 如果沒有空間 來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我要下一句重話好了 另外呢 現在是電商的時代 基本上你買東西都可以退換貨 但這件裙子我對它太有信心了 不論是什麼疑難紮症 我相信你尺寸買對了 你絕對不會退貨回來 你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而且是很常在穿它 但是前提你要答應GN答應牛牛 你要買對尺寸 所謂的買對尺寸 就是買你正常的尺寸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套裝我等一下要穿 今天好看的東西太多了 給我一點時間 好 這是第二個顏色 我蠻推薦的 三個顏色我先穿完 好 第三個顏色就是GN最在行的綠色 今年呢 其實我覺得夏天綠色的東西出的蠻少的 所以我選了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質感的顏色 等一下呢 粉絲有說可不可以搭其他的裙子試試看 沒問題 我們今天GN剛好有一款綿裙 這個綠色穿起來脖子就是白白白 然後它跟黑色一樣是繡上白色的字 好 三個顏色穿完很不一樣對不對 每個顏色都超好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顏色就是我很喜歡的look 我覺得它的綠不會到太深不會到太秋冬 但是又不會來的黑色那麼重 但是如果以顯瘦度來說 說真的 黑色一定還是最瘦最瘦的 但是喜歡綠色像跟妞兒一樣 不太喜歡穿黑白色的人 你可以選用這種綠色 然後綠色完全 你光看脖子就知道 它是非常非常的明亮的 然後等一下我會換成是綿裙喔 那這個褲裙真的是太好搭配了啦 就是我剛剛任何的顏色搭它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所以我等一下會搭配不一樣的綿裙 我來給大家看 好 那外套我覺得它也很好搭 就是襯衫啊都可以 然後說真的現在這麼熱了 我相信大家出門應該也不太想搭外套了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的 短袖 然後呢又舒服的褲裙 完全不悶熱 我們就背一個小包其實就可以出門了 誰也抵擋不了 這個38度真的是熱得要命 應該最近外套也穿不住 萬藥會露胸嗎 因為我的上身是算非常非常瘦的 所以我覺得最多就是這樣子 最多就是這樣子 配寬褲 絕對好看 等一下我穿套裝的寬褲給大家 我們今天更好的套裝寬褲就有三個顏色了 所以今天買set的人你要來配這一件 我覺得今天買GN的東西的人 全部都可以配這件上衣喔 好 來 那我就先來換一下 好 剛剛有人問我說要怎麼脫 我來 我告訴大家 這一個東西先把它打開 這邊呢 有三顆扣子 你大概開個幾顆 就可以把褲子脫下來了 好 然後呢 來這褲裙我等一下再穿 總而言之 褲裙你今天沒有買到你會後悔 好吧 你真的會後悔 然後甜甜的價格 好 那記得尺寸一定要買對喔 好 然後它也是一個薄寬軟料的 好 那我要來換一下選擇 今天GN有上下一個裙子 就是大家瘋狂加入購物車 好 兩個顏色 灰跟黑 好 這種裙子啊 我覺得GN也不是第一次出了 每一次出不同的款式 無論是大口袋 無論是什麼口袋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 來 搭棉裙的感覺 是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啊 棉裙兩個顏色 大家都很喜歡耶 來 它就是很經典的 灰色跟黑色 先穿給大家看喔 這個裙裙它是高彈力的 所以呢 不論是正向還是側上 肚子肉的人都可以穿 再來呢 完全貼不了圖紋 放心 然後這一次呢 我們是利用一樣顏色的 一樣顏色去做的 好 那你可以自己縮到你的位置 那剛剛你這個上衣 其實最好的穿搭就是把它夾起來 然後我覺得這個顏色這樣很輕鬆 當然裙子又黑的 你想要選黑的也可以 然後有做上口袋 這一次呢 我們是利用裁切跟外車 去做一個版型的變化 但你有沒有發現很厲害的是 灰色的棉裙為什麼可以穿得這麼瘦 好 因為呢 灰色的棉裙 好多人都說我要買灰色的棉裙 但是好怕屁股好大 那我們這件灰色的棉裙呢 我跟你講 如果可以的話 夏天你可以多買灰色 但是我還是沒辦法說服大家 因為大家還是會想要買黑色 好 不管 反正它就是一件很棒很瘦的裙子 我一定把消息告訴你了 灰色能那麼修身 來 完全屁股看不到 貼不到 整個就是直白順身的 好 那這一次剛剛妞兒有講 它是利用線條 車線的一個反車 來做一個造型 來看商品可能直播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看不清楚我們自己到官網上去看一下細節 再來呢 背後呢 走了一個很棒很美的一個唯美衩 那後背都是做鬆緊的 剛剛已經有拉過給大家看 大家都可以駕馭 今天這個天天下超便宜 390塊 真的非常非常的優惠 那妞兒呢 標準式的支援穿搭 絕對啊 牛仔外套少不了它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搭黑裙 等一下我會搭黑裙給大家看 但是我覺得夏天 現在我這個配色滿清爽的啊 然後大家也不用擔心 剛剛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我覺得灰色的棉裙 棉褲都好難買 不好買 因為呢 一買就是屁股突然變很大 我相信這都是大家購買灰色 棉質的一個經驗 絕對都是這樣 好不好 綠色可以搭非常多 你們不要把綠色想的太可怕 因為綠色確實是GN最在行的顏色 不論是搭黑的灰的或是牛仔 你看整身就是這麼樣的協調 所以你不用擔心喔 好 再來呢 這個灰裙呢 我覺得非常的加分 就像我講 你問我推哪色 其實我兩次有推 但是我覺得可以的話 夏天我反而這一件我會戴上灰色 黑色的裙子好買 但灰色的裙子不好買 好 這就是Nure告訴大家的原因 而且呢 它是完全高坦的 很舒服的一個棉料 所以讓大家夏天不要穿得這麼樣的悶熱 好了 來 我們的科普小幫手假日也休息 所以呢 如果你是禮拜五 六點過後 跟六日詢問問題的話 可能要到禮拜一的下半天囉 因為三天的訊息非常的多 請給他們一點時間 除非呢 你是非急的 馬上就要知道答案 你可以打電話來那個科普小幫手的專線喔 好 來 裙子的束帶會反折嗎 不會 我跟大家講 裙子的束帶因為有兩條繩子 它沒辦法反折 好 你們呢 所想的問題其實呢 居然都有幫大家考慮進去 我知道有些人說 他會一直反來反去 整件裙子要這樣反 這個是不會的 所以不用擔心喔 好 來 這個呢 灰色幫我非常大推 那裙子有第二個顏色 第二個顏色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最經典的黑色 好 那黑色當然啊 你說會不會比灰色瘦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螢幕 其實我覺得這一件差不多 好 然後呢 但是呢 真的還是有蠻多人要買黑色的啊 好 你自己選擇 因為我覺得這一件很厲害 就是它黑灰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 它總是覺得說 穿這一件為什麼感覺好像 你看 下面收得非常非常的瘦 這千萬不是牛耳瘦 而且呢 走路也不會有干擾 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但是呢 你不覺得這件棉裙整個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輕盈 然後非常的鮮細 不論是正身 等等等等這樣 或是側身 然後或是屁股 我覺得這整件就是恰到好處 又便宜 390塊 非常非常的優惠下 超級便宜的 然後就是整套我覺得就是很清涼 那一樣 我來灰色跟藍色搭牛仔外套的感覺 那當然啊 剛剛的奶茶色上衣 完全冰狗 可以搭我現在身上這一套 換成是奶茶色上衣 也會非常的好看 屈子吞味可以搭多少 來 我們開心小幫手幫你們量一下 幫你們量一下尺寸喔 然後它的長度啊 很適合東方女生 不長也不短 然後其實剛剛我說 它的腰圍你可以自己調整 比較高的粉絲你往下放 比較小隻的粉絲你往上 甚至可以往到很上喔 因為胸底下都是腿嘛 看你自己想要穿多上面 它沒有任何的限制 你想要多長的腿 你就自己綁 只要不要太誇張綁到這邊就好 其實胸底下都是非常非常好駕馭的喔 好 那黑色的look 它一樣喔 就是利用一些反車 然後一些切線去做了非常修身的裙裙 所以呢 如果看不清楚 我們可以看一下官網的照片 好 那另外呢 自己出門 我也穿過這一套 就是這樣搭 好 剛剛這樣子的look 好 它很不一樣喔 所以呢 就是比較清爽一點點 你看你要買什麼顏色 因為很多人買這個奶茶色 你看喔 我的臉變得非常非常的亮 好 來給大家看 近看一下 它是咖啡色的字 好 來 今天是甜甜假喔 甜甜假非常的優惠 而且也有現貨 自己記得要趕快去購買囉 好 你錯誤的機會就沒有了 好 有沒有 這樣超好看 好 這個感覺就是在夏天中更清爽一些些 跟綠色黑色的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這個T 不管你要買什麼顏色 記得喔 剛剛前面這個遊戲有開嗎 開什麼 好 選擇布料是我們MIT大家很喜歡的棉料 好 再來呢 因為我要先來換一下套裝 但是剛剛有人問我說 這一件啊 可不可以搭寬褲 好 我要來介紹套裝了 這個套裝是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但我先套一下套裝的寬褲 因為有人問我說 欸 那如果這個穿寬褲好不好看 來 我只能說你太會搭配了 因為呢 這個寬褲這樣出門是首選啊 最好看的 來 今天呢 我們有三色的套裝 黑色 奶茶色 灰色 其中呢 它的下身就是冰冰涼涼的寬褲 好 來 它呢 我先搭這個look給大家看 因為剛剛有人問說寬褲可不可以 如果你家裡自己有其他的寬褲 你也可以自己這樣子搭配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我要來介紹套裝囉 好 那套裝的部分呢 因為穿了黑色 所以我先給大家看黑色look 等一下呢 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妞兒會再用其他的顏色來介紹我們的細節喔 好 首先呢 黑色啊 我相信在這三個色裡面啊 黑色應該還是大家的首選 那為什麼這一次套裝啊 詩心瘋的妞妞選了三個顏色 我覺得這不太像我的作風欸 說老實的 好 來 我先在鏡頭面穿給大家看 好 我覺得這不像我的作風 因為呢 這一次呢 我平常很想幫大家選的是三個顏色 但是這一次這個套裝我實在太喜歡了 選不出顏色 我先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衣場 衣場的長度是正常衣場 蓋到屁股的一半 所以呢 你要把上衣拿來搭牛仔褲裙 牛仔類的東西 或者是剛剛的棉裙 這個set很划算 今天非常的便宜 禮拜一我講了 天天價格超級便宜 這就是禮拜一 好 你可以自己拿來搭配 好 我要來介紹它了 好 它的彈性非常的好 不論是上衣還是下身 都非常非常的彈 好 那我要把它塞進去 因為我覺得塞進去比較好看 塞進去比較好看 好 來 有 剛剛的有開賣 好 這一次呢 很特別的是 不穿一字領的粉絲 你們有福了 它呢 其實可以不穿一字領 而且呢 有沒有看到我的小袖子 它有做袖子 它有做袖子喔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袖子彈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不要擔心你呢 穿不下 或是手臂很肉沉 等等等等這樣 它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不要穿一字領 就是穿好 它胸前就是做一個扭結式 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小袖子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 喔 會不會很緊很熱 完全不會 它就是一個袖子 讓大家就是穿可以一字領 可以不要一字領 都非常的好看 好 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拉一下就可以了 那整件我要先跟大家說 它不小件 它不小件 所以呢 彈性又非常非常的好 彈性又非常非常的好 上衣的話 細節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蠻清楚的 這邊是做一個扭結 然後它是博款的 也是冰冰涼涼的棉料 再來這一次比較特別的 做上手袖 讓大家穿正常肩的時候 不會覺得很奇怪 很怪異的感覺 再來呢 喜歡一字領的粉絲 稍微微微的把它往下降 我覺得就更完美更美麗了 當然穿一字領要比較女神一點點嘛 有沒有 好 所以上衣的部分 它其實可以兩穿多穿 如果你不想穿一字領的人 沒有關係 我們再把它往上拉 上肩就可以了 因為本身剛剛有講 它有做袖子 所以它非常的好駕馭 不一定要穿一字領 再來褲子的地方呢 褲子這個 這個袋子 它是假的 它只是一個裝飾 它沒有辦法抽緊或是放鬆 它全部來自於這個鬆緊 所以這個綁袋子 是一個小花瓶而已 把它綁起來打一個蝴蝶結而已 就這樣子 它不能抽 它是假的 好 然後呢 剛剛講了 它的長度我也很喜歡 就是呢 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我們女生不會太 不會需要去修改 然後穿特別的鞋 才有辦法駕馭這一套 這一套 你完全穿上GM的小白鞋 等一下換拖鞋給大家看 都可以 那它彈力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這一套 今天很便宜 今天真的很便宜 我覺得你不今天嘛 你要後悔 然後呢 這一件啊 我剛剛講了三個顏色 我覺得黑色一定是大家的首選 那另外兩次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會分別穿出不一樣的感覺 好 那另外是161公分 離地大概還有15公分 到10公分的距離 所以小隻女孩 你也不會因為買這一套 覺得說 喔 我的那個鞋子要穿什麼 要不要拿去改 完全不用 然後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穿正常臉 就非常的好看 它的領子就是完全也不會露 但是呢 就是非常的涼 那後背呢 它其實跟前面一樣 都是做一個交叉 它正反兩穿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都一樣的 都一樣 它前面後面都是做一樣的 然後呢 微微的胸抓皺 又可以讓我們的胸部 比較upup的感覺喔 好 這是第一個顏色 我覺得大家會非常喜歡的 黑色 然後你要拿去做其他的穿搭 上衣跟下身 拆開來都很簡單搭配 這個也是今天按讚留言分享 因為我要送給大家的 就是禮物 所以呢 誰拿到誰好穿 因為呢 不論你是要上身還是要下身 還是要set一套穿都很好看 好 第二個顏色呢 我就要來穿一下奶茶色了 好 大家呢 應該很難想像 奶茶色的套裝會長什麼樣子 好 因為呢 我剛剛講了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猶豫耶 不然呢 因為我老實講 很少一樣的東西 會幫大家做上三個顏色 好 我現在上衣不脫 如果你呢 跟你的好朋友可以交換穿 你看這個奶茶色的褲子 配上我剛剛那個黑色的set的上衣 我還沒有脫 好 他們搭起來也是非常的協調 你看這個CP值多高 那我們等一下穿整套是奶茶 到底是什麼樣子喔 我覺得這套奶茶色穿起來 會非常的優雅 有氣質 好 然後我來穿一下 那當然等一下還會跟大家來介紹 那個灰色的部分 我覺得灰色穿起來就是非常的休閒運動感 好 來 奶茶色一定是我裡面很喜歡的顏色 我才會選它 但是呢 老實說啦 奶茶色跟黑色跟灰色 大家能接受的範圍 我其實也不知道什麼色 當然我自己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一次我真的太難太難選了 所以呢 我就幫大家把漂亮的顏色全部選回來了 好 那來 我跟你講 奶茶色穿好真的非常好看 我先給大家再一次 因為剛剛黑色可能沒有那麼的清楚 胸前呢 都是扭結的 奶衣長的話 正常的衣長到屁股蓋到一半 然後完全是高彈 好 再來大家等一下問我透不透 等一下等一下 馬上要講了 好 很多人會說 這顏色到底透不透 來 我來我試以稍微看一下 我今天呢 穿著的是黑色的內褲 我覺得還好 我是覺得還好 那它本身不是膚色 它是有點奶茶 如果你真的會擔心害怕的人 那你就穿性色或是比較偏粉紅色的內褲 就淡淡的就好了 好 這個顏色是我裡面最喜歡 但是一定是你們最害怕的顏色 不知道 看每個人好不好 好 它呢 一樣喔 潤舉非常大 那妞兒呢 換了一個平底鞋 要給粉絲看一下 我剛剛是穿厚底小白鞋 現在穿平底鞋 所以呢 我覺得它的高度 你要踩刀跟鞋 平底鞋 球鞋都OK 不需要再花錢去修改 而且呢 是150以上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好 有沒有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現在也是一個正常肩的穿著 有沒有看到肩膀上有衣服 它其實就是正常肩的穿著感 好 那如果呢 我們要搭外套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萬用牛仔外套 真的是從不知道幾月開始賣到現在 因為它是可以駕馭太多袖子的外套 所以呢 這邊是我今天穿了一個比較複雜的袖子 也不用擔心 你看 它就是飛鼠袖 有沒有 搭起來 我覺得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顏色 好 不知道大家敢不敢穿 但是真的不用害怕 它穿起來真的 因為它是有點性奶茶 不會到很深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穿起來是會顯亮的 那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其實妞兒現在不算是白喔 我離我 生完小孩就不白了 就擺不回來的 只要一曬就黑了 不然我以前是再更白的 所以呢 我都不害怕這個顏色了 我覺得大家其實不太用擔憂 你看這樣穿就很好看 再來呢 我今天想要再當唯眉公主一點點 好 這完全不會擠肉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真的彈性很好 好 肚子很大的人 你也都可以穿 好 如果今天真的想再公主一點 再把它往下拉 而且這皺褶就讓它隨意擺放 隨意擺放 它本身就車好 這件衣服不會很難穿 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它都有車定位的 好不好 都有定位 有時候啊 每年都會出這種衣服 很多人拿起來就有東倒西歪的 不知道要怎麼穿 這個呢 你完全不用擔心囉 好 這顏色我覺得好美 我就是完美女神的色啊 所以今天你問我三個色推哪個色 我當然會先推薦大家黑色 第二個顏色其實我就會推這個奶茶色 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反正我覺得黑色就是首選啦 但是如果你另外灰 因為灰色也很好看 我覺得灰色可以穿出時尚運動休閒感 所以三色真的太難選了 所以你就通通選回來 讓大家自己選購 你喜歡的顏色來購買 那這個顏色也不用擔心 我覺得它沒有明顯的變胖 或是怎麼樣或是透 剛剛都介紹過了 我覺得不太有這些的問題喔 是不是超級超級美的 好 然後彈力部分 這是更不用擔心的 不論你是衣服的彈力還是褲子的彈力 真的都彈到好到沒話說 而且非常非常的涼爽喔 今天甜甜價格超級便宜 自己到網網上去看 我覺得這個定價真的是有一點點失誤吧 不然真的是不太可能會定到這麼這麼優惠的價格喔 好 然後呢很棒的再強調一次 用這個顏色給大家看 它上面有個袖子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一字零會跑袖很奇怪 它都是高彈的 因為有的一字零啊 有些人說 那我穿那麼漂亮 這樣舉手會怎樣 不會怎麼樣 你看 還是可以很漂亮 你看喔 好 你看 我的一字零還是很漂亮 其實就是這個袖子在做工了 好不好 這個袖子呢很厲害的 好嗎 好 這個呢 就是妞兒最喜歡的奶茶色 不要忘我推哪色 我就是喜歡這個顏色喔 好 再來第三個顏色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見面的 就是我們的灰色 灰色呢 我覺得它可以當運動人 也可以當時尚人 所以呢 你看你想要當什麼人 然後呢 給它穿著不一樣的鞋子 或者是呃 呃 配件 好 那另外呢 灰色我先來給它一個 就是比較 休閒感好了 好 那我可能呢 就是這個灰啊 就是怎麼就是很好搭配 因為呢 喜歡穿牛仔褲的人 你也可以把上衣直接拿來搭我們的牛仔褲裙 我覺得也是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而且啊 我覺得這衣服是非常好整理的 因為有些人拿到這種交叉交叉的衣服 說真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拿 好 灰色的部分很好看喔 你的灰色 它這個灰色很漂亮 它就是灰色穿在鏡頭啊 你看我現在變得超白的 就是很白皙 然後它一樣就是高彈 所以胸圍你們也不用擔心 長度呢 我剛剛講啦 你們可以自己拿這個 任何一件牛仔褲不一定要搭舉眼的 你看這樣也很好看 有沒有 這個顏色很讚耶 所以呢 今天我就說三個顏色根本就很難選啊 所以我就自己 三個顏色都讓你自己挑 我們自己決定 你看這個上衣如果分開穿搭的話 這樣漂不漂亮 而且我真的要講它很經典耶 就是你看喔 手舉起來 它還是那麼漂亮 欸這個真的是騙不了人 這在鏡頭面前 這也不是說有做假或是送手腳 你看喔 這是大家最擔心的事情啊 比如說拉個公車拉緩 然後你的衣服就變很醜了 好 這完全就不會 而且你就微微的調整就好 好 那衣裳的部分也交代非常清楚喔 就把它打進去 灰色啊 其實跟奶茶色一樣 我覺得那一組 你真的 我今天穿黑色的那一組 基本上我覺得完全看不到 你如果真的是高度care的人 那你就不要那個 你就不要再穿黑色的 你就穿灰色的 或是淺色一點的內褲 好 它這個灰色啊 是這樣的 有點 怎麼講啊 有點銀白灰的感覺 所以穿起來特別特別的 兩XL可以穿 這套XL可以穿 然後呢 我真的覺得今天太便宜之外 等一下又有現貨 現在有滿滿的現貨 你今天下單的話 下午就可以看你的訂單 是已出貨 而且又可以買到甜甜的價格 這個明天就回原價了 很抱歉 你今天要買的話 一定要趁早 而且呢 它CP值真的太高了 人人可以駕馭 然後便宜又划算 再來就是 價格非常優 重點是有現貨 然後呢 馬上假日你就可以穿了 好 然後你看 超級大團 好 然後呢 我還是要特別讚美它一下 就是它除了有口袋之外 噔噔噔噔 你要踩高鞋 然後要踩低鞋 我覺得都可以 好 然後呢 我稍微找一個 有一點點 小跟的鞋子 給大家看 好 我腳上稍微踩一個 有跟的鞋 因為今天不一定是 每一個人出去 都想要穿這種 運動休閒風 好 如果你今天 我踩一個跟鞋 好 我腳上是跟鞋 大概落在 3到5公分的鞋 我跟你講 這一件穿 高跟鞋 也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 今天CP值非常的高 你今天不買的話 你一定會就是 覺得很奧鬼 好 跟鞋的look 好 所以呢 褲子你一樣 上衣全部都可以 自己拆開來穿 想怎麼搭 就怎麼搭 好不好 有發到新加坡 我們非常非常多的 新加坡粉絲購買 哪個顏色顯白 我覺得黑色 我還是最推大家黑色啊 因為黑色CP值很高 最瘦 然後我覺得顯白 我覺得灰色還蠻亮白的 所以我覺得灰色也很好看 奶茶色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然後如果你正要問我推哪色 我會喜歡奶茶色 奶茶色就是 穿起來很氣質 也是非常顯白的 好 有些灰色穿起來會髒髒的 我覺得 畢竟灰有很多種灰啊 你看鏡頭我這件灰 它是有點花灰的感覺 所以呢 我覺得看你個人的想法 因為灰真的很多種灰 銀灰花灰啊 或是休閒灰 然後這個灰色你看這樣穿起來也很好看 那我剛剛有說 如果是搭牛仔褲也會非常的亮麗 好看 你看這樣子 很簡單 而且手袖的位置完全 你看喔 你看這裡很明顯吧 完全不緊 所以在夏天就是如此的涼爽 好 你看 完全真的沒有貼到我任何一點點的肉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 那今天按讚留言分享要送給大家的喔 三個顏色 好 我們不調色 你說到什麼顏色你都很喜歡啊 然後你看我剛剛穿小白鞋 跟我穿有點跟的鞋 穿起來氣勢不一樣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褲長 然後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我直接落地喔 好 但我沒有穿鞋子的狀況之下是這樣 你看我一樣腿看起來非常的長 好 所以呢 這件真的是一個很經典的set 你們一定要趕快趁先後趕快去買囉 好 再來呢 今天呢 大家呢 還有非常非常期待的東西喔 讓大家推薦一下 好 就是我們的 裙裙 好 這件裙子很經典喔 它是一個吊帶裙 然後它是one size 好 然後中間是做了一些縮腰的感覺 好 所以呢 我稍微換一下給大家看 好 裡面呢 我今天就先配了一個那個背心囉 好 這個群群超可愛的 我自己也有天購 然後我搭配的是我們家之後會上架的那個拖鞋 好 今天也會特別跟大家講一下拖鞋要怎麼買喔 因為呢 大家呢 應該蠢蠢欲動了 從上禮拜就看到妞兒一直在穿這個拖鞋 什麼時候會有 來近期會上架 但是呢 不瞞大家說 鞋子呢 本來就是先搶先贏 還有現貨先搶先贏啦 所以呢 如果你動作太慢的人 就可能要等於購 那等一下我先告訴大家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購買的尺寸 好 等我一下喔 好 很可愛的吊帶鞋 登 登 今天這條的尺寸 大家一定會很喜歡 然後他可以自己搭有秀的T恤 今天的那個小短T也可以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啊 你們可以自己縮放 就是放到第二個 我覺得我好像比較適合第二個 好 我們現在放的位置應該是 model拍照的那個 好 然後我個人覺得我比較適合第二個 所以我稍微調整一下 好 大家等我一下 這邊有三個 現在是在最小的那個 那一格 好 好 好 我小幫手再幫我調一下粉紅色 然後我 我覺得大家就穿上去 大家就知道你自己 大家適合哪一個 對 然後我是第二個 好 然後他有兩個顏色 兩個顏色都很可愛 等一下等我調完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我今天還會介紹一下鞋子 所以如果鞋子你有興趣的話 可能可以聽一下 好 我覺得第二個比較適合我 然後我比較喜歡露一點衣服 所以我就調第二個 好 這一件呢 他呢 完全就是收腰收得很小 好 先給大家看後面 他後面很可愛 後面上也是鬆緊 下腰口也是鬆緊 然後整個度尾我稍微拉一下 大概是這樣 好 此次的部分請小幫手稍微協助一下 我覺得他好像可以到 就是小L 小L 那小L穿可能就不會像妞兒那麼鬆 只是可能會比較合一點點 然後他是一個軟亮牛仔 口袋坐在旁邊 超級可愛的 再來呢 給大家看一下車線 他車線一樣喔 就是像我們之前的外套 他是車咖啡色的線 所以非常的經典 那這件本身就有幫大家做這個腰線對不對 所以呢 他呢 胸以下都是腿 然後他有沒有看到 他是柔軟的 然後是軟亮牛仔 他是牛仔洗水布喔 所以穿起來有點Beating的感覺 有沒有 然後他就是比較休閒的款式 不會到太太女生 然後但是他就是一個牛仔布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我覺得他是米白色不是白色 米白色的洋裝很難買 因為呢 很多人會覺得說 米白色很難買又會髒 穿起來又會胖 但是這個米白色我真心推薦大家 因為我覺得他車咖啡色線是非常好看的 只是透過直播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但是你們可以上官網上看一下照片 那今天呢 也是很甜的價格給大家 而且口袋坐在旁邊完全不胖 有的口袋住在屁股旁邊 因為我常常講為什麼沒有加口袋 因為呢 感覺屁股旁邊多兩個口袋好肥喔 好 那這一件呢 沒有內着的問題 我穿黑色黑褲完全看不到 後面上背的部分我覺得做得非常的經典 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 細肩帶的紋路喔 然後再來胸給大家看一下 胸是可以拉到這邊的 那你也可以利用這個 胸大家可以這樣 你也可以利用肩帶去調整一下你的胸圍 好 如果這個要買也是要秤寬 因為這個也是加入過車非常多 我覺得現在現貨狀況可能已經快沒了 所以你們有喜歡的話 今天又有甜甜的價格 一樣喔 牛而穿上是我們即將要上架的拖鞋 超級超級好看的 或者是小白鞋 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我自己有買耶 我覺得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不要搭外套 搭一個T恤 或是今天的那個小短T 你要搭奶茶色黑色跟綠色在裡面都完全可以 然後這個你要再放最後一個也都可以 好不好 然後非常的修身 你所有的肉都藏在這個裙裙裡面了 好 很好看喔 好 然後呢 牛仔外套真的一披上去我覺得感覺不一樣 這樣 如果你喜歡比較休閒的話 就是披這種 然後如果 欸小白鞋在幫我拿一個那個點點 點點襯衫大點點 好如果你喜歡比較休閒的話 我覺得你們就是搭牛仔外套 就是這樣子就很好看 就很簡約 然後如果你們是想要覺得牛仔外套的時候出門就是很厚重的話呢 我們可以換成是點點襯衫 等一下等一下我會講 因為媽咪我建議就是你是懷孕初期欸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希望你的寶寶可以在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生長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是一胎媽媽我就比較不建議喔 好不好 好 好 然後我剛剛講這個我們賣非常非常的好 它就是一個oversize的剝點 超級細有沒有看到 超涼的 所以最近很多人很喜歡買這個 因為就是我們會有今年夏天很流行杏色啊 杏灰色的東西 然後如果你看天氣啊 像最近真的比較熱的話 就沒辦法穿長重 我們就稍微把它綁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很好看了 然後我一直覺得這個剝點襯衫拿來搭杏色的東西太完美了 所以只要我穿到杏色的洋裝我就會想到它 好 那這個剝點啊 它來的非常的好 但現在都在預購啦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可以一起預購 尤其是杏色也非常的好看 三星色就是走一個杏色 它完全沒有白喔 就是杏 然後兩個顏色都賣得非常的好 很好搭配 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很喜歡穿米杏色的人 我覺得蠻推薦這個剝點襯衫的 好 吊帶裙子真的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大家就是 今年夏天就是我覺得台灣越來越熱 那我相信新加坡跟海外跟港澳一直都很熱 大家應該都有沒有發現捐出了好多one piece 因為本身牛耳就是真的太怕熱了 好 再來呢 再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 如果你有萬用皮帶的人 把它攜帶這個剛好腰的鬆緊帶的地方 然後呢 如果你用萬用皮帶我都建議大家可以去換拖鞋 因為萬用皮帶本身它是草席嘛 它比較像度假的感覺 所以你就可以 你看穿拖鞋這樣很可愛 這是另外一個小look 好啦 吊帶裙呢 等一下要介紹鞋子喔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好 吊帶裙的部分 這只是第一個顏色 還有第二個顏色是粉紅色 好 粉紅色也是非常的經典可愛 但這一次的粉紅色啊 它是走一個霧面的粉紅色 霧灰色的粉紅色 所以它是有點粉灰粉灰的感覺喔 它不是那種很可愛的粉紅色 但是呢 它是那種霧霧比較有質感的粉紅色 所以呢 這一次啊 平常不喜歡穿粉紅色的人 我覺得還蠻喜歡這個粉紅色 但是粉紅色呢 它會比較稍微挑膚一點點 好 所以呢 你們自己斟酌 但是很多人一看上這個粉就說 嗯 這個粉我要 我要 但是這個粉呢 我就不建議就是膚色比較深的人穿 我覺得膚色比較深的人 這應該很好看 你可以選就是杏色 會比較亮一點點 150不會太長耶 150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放上來一點點 它至少可以再減少3到5公分 那150頂多到這邊而已啊 到這邊而已 因為我161嘛 所以呢 頂多到這邊 我現在拉的位置 好 不會多太多 粉紅色已經賣完了 好 那我們就趕快趕快去購 代表還是很多人非常喜歡粉紅色 我也很喜歡粉紅色 就是很亮的那種粉 它是那種暗暗灰灰的粉 灰粉灰的粉 很有質感的那種粉色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然後超級可愛 那粉紅色我覺得搭配一個白色型子 我覺得比較亮白 那一樣喔 就是粉紅色的車線呢 它是車有一點灰灰色線的感覺 它一樣就是會讓大家看到那個反車的效果 然後一樣3個可調節 剛剛呢我是放在第一個嘛 第一個我覺得應該是model比較嬌小 所以它要調第一個 Newer比較適合第二個 當然你看你自己的身型 你要調到第三格也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整件的胸圍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利用這邊再縮放一格 腰圍的部分 它這邊都是彈力鬆緊的 好 尺寸的部分再請小朋友寫住一下 我估計大家穿到小L 小L可能就開始慢慢會比較合緊一點點了 好不好 好那長度的部分就很剛好 那如果來穿小白鞋 我覺得也非常適合不過 好然後這一套啊 就只有穿起來就是年輕 年輕的感覺 好然後呢粉紅色尾搭一下 杏色波點的感覺給大家看 這樣一套搭起來超好看 這顏色啊就是 你不覺得那個波點罩衫很好搭嗎 它就是很協調 而且不一定要像Newer 就是把它扎起來 其實有時候你要遮樣 要遮就要遮得淋漓盡致這樣子 我每次在外面都這樣 對啊 或是去搭網球的時候我都這樣 昨天還撐傘 太可怕太可怕了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要拍照啊 可能覺得喔這樣Oversight上不太適合 你不要把它綁起來 很好看 有沒有這個杏色真的很大推大家買 好我覺得大家可以加以利用我們GN買過的東西 好所以呢我們其實直播除了介紹新品 當然會是拿之前的東西 因為你們真的是很多粉絲是每天在買的 我相信你衣櫥裡有非常多GN的東西 我覺得你們就可以這樣搭來搭去搭來搭去搭來搭去 我覺得很有趣又很漂亮 一件衣服又不會浪費好不好 好所以今天的新品我介紹的差不多了 我要現在來跟大家講鞋子的部分 好鞋子的部分呢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即將要開賣 那時候答應大家在什麼什麼時候要開賣 在7月初左右要開賣 其實已經有點遲了 所以呢我們近期要開賣了 來這個鞋鞋喔先跟大家講喔 我們GN呢非常少賣鞋 所以呢喜歡鞋子的人一定要買GN的鞋 GN的鞋每一雙都是經過把關把關再把關的品質 才有可能販售鞋子 不然呢以GN來說我們真的挑了非常多漂亮的鞋 不管是高跟鞋還是什麼鞋 可以看到我們的光網model穿大非常多鞋 但是為什麼都不開賣呢 好因為呢沒辦法要求很嚴格的牛兒呢 還是一定要非常的把關 好這一色鞋子呢來 兩個色 一個是駝色一個是白色 你問我推薦哪色我跟你說好困難 請你自己選 好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一個是白色一個是駝色 兩色都很好看 牛仔褲啊不論是搭白跟駝都很好看 所以呢請你自己先思考一下 尺寸怎麼購買呢 牛兒是38等於是24 那我這一次呢實地的穿了這一雙 跟大家說如果你的腳板比較薄 比較瘦像我一樣 我這一雙兩鞋我平常腳是24號 我等於是要買38 我這一雙可以買37號 好為什麼這一雙可以買小一個尺寸呢 先跟大家說 因為呢我們的皮革做得太軟了 太軟了 好你要看喔鞋子都長得很像 實際用的材質可是大大不同喔 所以呢你們呢其實自己要注意一下 在網路上買東西不代表樣子很像 就是同一雙喔 我們家的這個皮革非常的軟 所以呢寬腳板的人來 來寬喔你看連我的手都不夠寬 寬腳板的來你穿這一雙鞋會非常的舒服 像牛兒我幫你們看清不清楚 我算寬腳板的人 所以呢我雖然腳很瘦 沒什麼肉但是我腳很寬 所以有時候啊腳走路這邊會很痛 所以呢這一雙是非常非常柔軟的 所以我剛剛講了 如果你是跟牛兒一樣腳是一般 沒有你自己應該知道你的腳是肉還是牛肉 好你就是買正常肉的話就買正常尺寸 如果跟牛兒一樣就是腳板寬 但是腳很瘦沒什麼肉的人 你可以買小一個尺寸 好如果你現在有鞋子的問題 牛兒可以開放一些時間來解答大家的疑難雜症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捐的鞋很難買 然後都是現貨販售會預購彈藥的 還有我們販售鞋子的那一天 絕對是最便宜的那一天 所以呢如果呢你哪一天 下禮拜或是禮拜五或是禮拜四 看到鞋子上架的時候 記得你已經問好尺寸 你可以直接下單了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它的鞋底跟大家說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軟 好在涼鞋界裡面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軟 然後我幾乎上班啊出去啊走路啊 我都穿拖鞋 然後呢這雙拖鞋我實地也跑過馬路 追過小孩 所以呢我覺得它是真的抓地力不錯 然後不會亂跑的拖鞋 然後我要主要訴求是要講 我覺得這皮革很軟很軟 那這一次啊它是利用一個編織跟滾邊 然後去做一個造型 鞋子肉肉的就是拿正常尺寸 譬如說我是24等於38 如果我的腳是肉肉的話 我這一次就是買24 如果我的腳像妞兒比較偏瘦 我這一雙涼鞋也是穿37號 好來沒關係 有問題的話你們盡量發握 我妞兒跟小幫手呢 都會趕快來告訴大家之後要怎麼買 因為呢我相信大家都想要拿到現貨的鞋子 鞋子的製作時間最佳至少7到14天不等 所以呢如果你們現在呢想要很清楚知道 而且開賣那天就可以買到的人 現在一定要趕快詢問好不好 然後這一次啊是做這種方頭的 所以腳半寬或是覺得腳常常穿兩鞋子 鞋都會痛的人你就一定要買這個了 因為呢先講喔它的鞋底非常的軟 不要看它這樣子薄薄的 它的鞋底是軟軟的 是軟軟的 好所以踩下去很舒服 完全厚度其實我覺得沒有到很高 但是呢好搭好穿 像妞兒腳上這樣 我覺得最近應該直播很常看到妞兒穿 不論是你看喔 穿有顏色的或是牛仔褲 我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白色也很多人喜歡 那它其實不太會有腳黑不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擔心 會繞腳嗎 繞腳是什麼意思 22.5腳板寬腳不肉 30 22.5一般是幾號 35 23等於37 等一下要推算 35 我們沒有我們最小是36 對我們最小是36 好 能今天上架就好 今天不能上架 好你說防水嗎 基本上它是皮革的 我覺得它不是防水材質 但是呢它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當然你不要故意践踏到水裡 如果是下雨天 當然你一到家裡稍微用石子巾 乾抹布把它擦一擦就可以了 但你不要故意走到海水裡 那肯定是會壞掉的 好不好 它是我覺得它是一個質感很好的 一個軟皮的一個材質 然後兩色真的都很精美 你看它的底部車縫線 跟它的滾邊 黑白邊 黑邊 我覺得很經典 這雙拖鞋絕對可以用很划算的價格 讓大家穿很久 跟大家保證 因為呢真的是好穿好看 而且兩個顏色真的很難選 所以呢要讓大家趕快自己稍微選一下 穿了腳會摩擦會痛嗎 老實說這雙這兩雙鞋子啊 我真的穿了非常的久 我的腳真的是沒有任何的磨傷 磨損跟傷口 好如果我是用我自己輕身體驗啦 所以呢我其實不知道大家的腳怎麼樣 但是呢志願賣鞋真的是把關非常嚴格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太會有這事發生啦 除非是你的腳板比較薄 我本身的條件皮膚比較敏感一點 不然呢這一次這一個皮革真的很軟 很薄透了 我覺得它應該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好 所以呢剛剛有跟大家講尺寸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尺寸的部分 再添購 好然後最大是40 最大是40 它就是兩個尺寸 這樣 這樣 好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然後鞋子的部分我覺得兩色都很好看 然後可以讓大家自己來去選購你們想要的顏色 吊帶裙我建議可以到小L 然後L號的粉絲穿起來應該會比較合景點 就是不會有那麼多的那個寬鬆的range 可能就是會比較緊身一點點 然後後面都是做中頂帶 今年不會上去年的鞋 多少錢喔 錢現在還不能透露 但是我只能說因為答應大家要開賣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不會太久 我們盡可能 那時候就說在7月初要開賣 其實有一點點delay了 所以呢我覺得它近期會開賣 那記得喔就是鞋子的話一定要趕快去搶購 因為我們鮮貨的鞋子真的都賣得很好 然後我稍微穿搭一下牛仔的感覺給大家看一下 好今天的牛仔裙 大家加入過程非常多 來我告訴大家怎麼穿 拉鍊穿好之後 就把扣子扣起來吧 好然後我建議你們啊 如果有鞋子的問題在這一週趕快問 好不好 就是即將要開賣了 那我希望呢在看直播的粉絲都能夠買到現貨 基本上啊你有看直播的粉絲老實講 你一定可以買到現貨 就怕你沒看直播 好不好 有看的人基本上你要買居然的東西 不論是耳環還是牛仔褲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你都可以買到現貨 白色掉在前面穿淺色比較好看 深色都可以 你要深淺藍都可以 然後我覺得你要深色淺色都好看 或是特殊色 新色奶茶色綠色都可以 因為真的很好搭 那個白色很好搭 走路會很大聲嗎 我覺得那是習慣問題耶 來我走給你們看 你所謂的很大聲是 我跟你們講走路可以這樣走 我要小聲一點 我用不再走路給他們看 來 這是走路習慣 我走很大聲給你看 我平常走路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我也可以走得很大聲 這是走路的習慣不是鞋子的問題 好來再走一次喔 這是我平常走路的樣子 好但是我知道你們說走路很大聲 那真的是我覺得可能你會比較脫鞋吧 對所以呢我知道你們說的意思啊 但是我本身自己是不會的 鞋子我覺得它也沒有到很大聲 你要走得很大聲也是可以 對 但是因為它本身腳的那個彈度很大 所以我覺得也大聲不去哪裡 這樣子 好我很認真的在實地測試給大家看耶 好因為真的買鞋 每次買鞋都會有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我都會就是實際的在走 好像走很遠走到那邊去好 你們所謂的很大聲是這樣嗎 最大聲就是這樣 我已經是很脫腳最大聲了 這樣可以嗎 最大聲了 我的體重是47 然後在我們家我都穿S號 那這個酷巡也是S號 好 好 感谢观看